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咱们今天来说一个具有 画时代意义的事情 就是英国的一位亿万富翁叫布兰森 他搭乘自己旗下公司的飞船 成功的飞越了地球和太空的边界 也就是说 他成为首位乘坐自己公司的太空飞船 进入太空并返回的亿万富翁 值得一提的是 他凭借着时间的优势 打败了亚马逊的创始人 马上要进行太空航行的这位贝索斯 那么我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呢 因为这个并不仅仅是一个什么第一的问题 它背后代表了大量的金钱和大量的利益 所以今天我们说一说这个事情 同时我们再稍后也要说一说 为什么我之前说中国航天的路走错了 我们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一对比你就会发现 有很大的问题 老规矩 我们先来说新闻 那么这个人 他的名字叫布兰森 是一位英国富商 但是他近日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 乘坐着他们公司的飞船 进入了太空 根据美国宇航局的定义来说的话 从地面往上50英里 就是80公里这条分界线 就是地球和太空的分界线 那么他乘坐飞船跨越了这个分界线 从这个图片来看 这个飞船有点怪异 而从整个概念上来说 他让我想起了多少年前 人类的第一架飞机 就是莱特兄弟的这种飞机 他采用的方式跟一般的 像伊隆马斯克 他们采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马斯克他是重复回收的猎鹰火箭 对吧 但是布兰森采用的方式 有点奇特 他是用两架飞机 上面挂一个 他的二号飞机 那么首先 他是让他这两架飞机 带着他先达到空中15公里的高度 这个高度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然后这个时候 他的二号飞机 这个空气稀薄了 再进行助推 点燃他的发动机 把这个飞机一直拔高到80公里的高度 然后经过一个 其实说的挺简陋的 经过一个短暂的 大概是4分钟左右的状态 在这个状态当中 乘客可以解开安全带 体验大概4分钟的这样一个失重状态 像宇航员一样飘来飘去 然后就要重新系好安全带 然后重新降落地球 也就是说 这个飞机的飞行时间 全程大概就一个多小时 先花近50分钟 飞到15公里高的高度 然后由驻追器推上去 进入太空 再降落回来 整个过程一个多小时 有人说 这有什么值得可称道的 你别说 虽然它很简陋 但是刚才我说了 它就像人类的这个莱特兄弟这个飞机 是非一样 它是人类从地球进入太空的 这样一个过程中的先驱者 而且它开创的是商业模式 这一点特别重要 这有一则趣闻 就是它在这个进行这个飞机飞行的时候 它这个公司首先就是源自于梦想 它这个公司叫维珍银河 是它17年前看了这个阿波罗灯月 有人说灯月是假的 那梦是真假 它看了这个东西以后 它萌发了探索太空的心愿 它就创建了这家公司 他自己的媳妇 自己的妻子 听说这个冒险的消息以后 这个都不支持 这老头70了 然后他媳妇说 你们公司的飞机 老娘都不敢做 你现在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OK 你去做 但我告诉你 老娘是绝对不会去参加你的葬礼的 但是这老头呢 活70了 也是有一股冲劲 有一股闯劲 你看他那感觉 你不像个医院扶翁 有点像那种 朋克尔洋古明星的感觉 他就说 行 老头去就去 买上保险 他就上了飞机了 没想到 成功了 他这次成功 带来的利润是丰厚的 也是优异的 那么根据目前我手里找过的信息 来看的话 这位老哥 手里已经拿到600张船票 不是末日方舟的船票 是他这个飞机的船票 一张船票 25万美金 这转眼就是1.5亿美金入手了 所以说 有句话说得好吗 天下武功 无坚不摧 唯快不破 亚马逊的创始人 他就在几天之后 是八九天之后吧 就乘坐他们的公司的飞船 也要进入太空 而且他们定的轨道 实际上是被布兰森要高的 但是布兰森比他快了九天 所以他就拿下这个名号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布兰森跟伊隆马斯克 似乎还是朋友关系 有人发了一张照片 就是他跟马斯克 在家里的合照 一看就很随意的关系 不是很正式 马斯克还光着脚 估计在家里开party 干嘛呢 是这么一个关系 而且呢 在他飞机的发射之前 马斯克还发表推文 说我会在那里见到你 一切都会顺利 等等等等 而整个会场气氛 也不像咱们想象的那种 特别紧张的那种 森严的调读大厅 然后像军人一样 站着鼻管调直的 那些卫兵 然后来一个人旁边 西装革履的 是吧 这个倒是跟北朝鲜 政府官员一样 打背头 然后报告都指挥 一切准备就绪 请求点火 在这边 准备点火 嘟 一按 五 四 三 二 一 发射 啊 乘乘马 不是那个 那是出于行政的状态 等我们会说 他这个现场 现场就有点像那种嘻哈 那种那种party那种感觉 还有人现场还表演 整个就是高高兴兴的 我说实在的啊 这是成功了 我都想不出来 如果他要是失败了 这party现场是不是得改葬礼啊 哎 但帮哥怎么样 人家成功了 哎 成功了 人就留下了丰功伟绩 那么今天咱们为什么要把他这个事情拿出来说呢 确实从技术上来说 他这个技术含量比较低 可是你不要忘了 特斯拉之所以成功 你说特斯拉技术高吗 你要知道 特斯拉采用的电池技术并不怎么高超 他实际上就把一堆电池捆在一起 但他做成了 这就里边涉及到一个很重要概念 我以前稍微提过一嘴 我没有详细的说 商业模式是比行政模式要高明一万倍的这样一个东西 你要说上太空 太空有什么了不起的 中国也上太空 对不对 美国NASA上太空多少次了 所以这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成就的 真正让我们值得去说它的 让很多人关注它的 恰恰是它民用这个头衔 是它商业这个头衔 包括这个特斯拉 这个SpaceX它这个火箭等等 也是因为它是一家民用公司 很多中国人特别容易忽视这个东西 因为中国人习惯于追逐权力 他喜欢这种官方的皇家的东西 但是其实恰恰相反 我告诉你 推动整个人类世界科技进步的不是什么皇家 恰恰是民间的资本 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咱们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 对不对 但是从美洲大陆攫取最大利益的是谁呢 恰恰不是西班牙人 事实上你会发现 西班牙最后之所以败于英国海军 有很多很多的理由 但是如果让我来总结的话 我个人的观点 今天不要有个人 但我认为是对的 什么 就是因为西班牙在那个年代 虽然曾经无敌舰队 但是它腐朽没落 它空有无敌之名 但是它被权力所腐蚀 被权力所拖累 它是由于权力推动的一支部队 而反观英国 英国的舰队不是由权力推动的 权力起了一个引导作用 发海盗这些撕掠虚火症 但真正的英国海军叱咤风云 建立整个日不落帝国荣耀的 恰恰是一群被资本驱动的海盗 所以英国昌盛了 西班牙葡萄牙逐渐没落了 当年是西班牙的皇室 给的哥伦布启动资金 它有那么大的成就 但是西班牙却没有能销到最后 中国也是如此 中国要论远航 远洋航行那种宝船 对吧 郑和下西洋 曾经郑和下西洋 带回来大量的精密的 在当时世界具有绝对先进水平的海图 整个从中国的广州区域 一路南下 直到波斯湾 这整条这样丰富的水文信息 这些海图 这些航海日记 全部被中国人自己毁于一旦 直到今天人们再也找不到 当年郑和下西洋所留下的一切足迹 直到西方当时所谓列强 西方强国的战舰敲开了中国的国门 中国的悲剧就悲剧在于 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会资本的力量 而总是重农一伤 这是一种非常原始野蛮和落后的思想 而今天这个思想还在中国继续的繁衍 并发扬光大 繁荣昌盛 我们以前做过一期视频 聊过中国的航空和外国的航空有什么区别 我当时聊过一期 有的观众朋友可能有印象 今天这个人的成功 就再一次的给我们诠释了 什么叫做成功 什么叫做资本的成功 你想象一下 这个人老头上天飞了一圈 太空中漂浮状态只有四分钟 可是你想一想我们生活中有多少人从生到死没有离开过地面 远的不说你往前倒一百年或者倒二百年 整个中国可能没有一个人飞上过天对不对 除了少部分中国古代那个坐着风筝想飞上去结果摔死了 那个都算他双脚离地对不对 但是到了今天你想想虽然只是四分钟 但我便宜呀 我的特色就是便宜 那么你愿不愿意花这么点钱 25万美金 搁的咱们觉得好像好多钱呀 搁的富翁也许就是一顿晚饭 那我这一顿晚饭 我上天去感受一下 我亲眼看一看我们所谓的地球 不是现在还有一帮人相信那个地平说吗 是吧 还有人相信地球是个平面的 我上天看一看 我就花25万我要看一看 现在这600张船票 这短短一天时间600张船票 已经充分了证明他的眼光的独到性 这就是商业的力量 你想一想 这些钱被从这些富翁拿出来交给他 他去发展这个事业 他越发展科技越先进 他越发展成本越低 越低就会有越来多多人加入进来 而这个钱就进入市场运作 国家有税收 企业有订单 老板信用工资 这个国家越来越繁荣昌盛 而你想一想中国的航天是什么呢 中国的航天是一个简单来说 是一个吹牛逼工程 没有错 中国的航天就是用来吹牛逼的 没有任何的用处 你看中国有这种商业航天项目吗 你配吗 你姓赵吗 你也想航天 你不撒泡尿赵赵赵 对不对 一说就是这个 你没有一定的身份 你的赵含量不够 你都不够上天的 这样的航天技术 纯粹就是劳民伤财 它并不能成为一种资本的力量 推动中国的国力发展 它也并不能成为一种商业的模式 推动中国的经济进行运作 它就是一潭死水 上面拨款 财政拨款 把钱投进去 它就像一个坑一样 这还不算里边贪污腐败的部分 侵吞挪用的部分 最后能有多少 产生多少价值 没有任何的价值 当然也许说 没有任何价值有点过分了 政府还是能够通过科学家 上去做几个实验等等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收益和成本是不成正比的 你要明白我意思 这些东西 这些实验什么的 如果中国跟外国搞好关系 你租借别的国家的航天公司 航天飞船也好 航天科研站也好 你一样可以获得 你一样可以去做这个实验 而成本只是你自己研发 自主发射 自己搞全套的百分之一 甚至更低 但是中国就这么冤打头 就这么上去了 可是这样的 中国这样吹了半天牛逼以后 现在你发现 中国跟外国关系搞得这么僵 对吧 整个中国跟欧盟 美国 澳大利亚 整个西方发财国家 全部搞这样之后 中国收获的是什么呢 中国收获的是自己发现 自己芯片被卡了脖子 现在开始重新去搞芯片 现在我今天收到一个消息 中国国产奥迪 只给一把钥匙 没买过车的五毛粉红 他们可能不知道 咱们一般人都知道 买车这一把钥匙里边 只剩两把钥匙 一把是备用放家 一把是在手里拿 对不对 可是现在中国奥迪 A4L Q5 还有这A6L 只给你一把钥匙 为什么呢 是因为钥匙里边 这个遥控传感芯片 严重不足 啥时候有芯片 啥时候再给你补 现在买车 几十万车买了 不好意思 钥匙就一把 你要丢了 那就凉快了 现在没有芯片 你想一想 一个国家搞航天 这种高科技技术 连芯片都不能满足 你就可想而知 这个航天世界 有没有回馈给中国的经济发展 没有 所以观众朋友们 我们想象一下吧 我们现在正处在历史当中 我不止一次说这个话 那么我们 如果我们大胆去畅想的话 当年大航海的时候的人类 也许就是我们今天 只不过那个时候 大航海他们航的是海洋 前往的是无尽未知的道路 想要财富吗 荣耀吗 你想要的一切 我都放在了那个地方 去海洋找吧 去伟大航路找吧 是吧 这是著名的台词 那么今天 我们人类再一次站进了 站在了吴斌的星海面前 在这个时代 是什么样的力量 能够推动人类去探索 去向太空进发 你告诉我是权柄的力量吗 是政权的力量吗 是皇家为了吹牛逼土的力量吗 No 为了面子 一个国家可以上去 插面旗子 然后就完了 这个就废掉了 就跟郑恒的海图是一样的 只有资本的力量 只有民间的力量 只有造福渔民 藏富渔民 让民间有利润 有欲望 有愿望 去冲击太空 这个国家才能最快的 最先的掌握太空的优势和铸造权 作为当时 咱们把时间往前倒五六百年 那个时候的欧洲西方社会和那个时候的中国其实差不多 双方的环境 其实有战争 有的没战争 其实也差不多 但根本你发现再过几百年之后 当西方占据整个海洋 来到中国这个国门前的时候 中国还是一副愚昧蒙昧落后的样子 就这一点我们从结果来论 你就知道双方差距有多少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差距放到今天 我们再来思考的话 也许再过几百年 当中国人 我不知道是踏上外太空 或者踏上外星球的时候 也许那个时候 太空的利益也已经被 以资本力量作为雄厚推进力量的外国势力 瓜分殆尽了 而留给中国的 依然是一个落后的 不招人待见的这样一个社会地位 所以说历史一代一代的重演 而新人并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 好了 那关于今天这个事情 咱们就简单聊到这里 有我说的对的 有我说的不对的 欢迎大家的评论区进行一个留言和分析 我也希望看到大家 跟我不一样的观点 只要您有自己的一套 能够自洽的逻辑论证就可以 我非常期待大家的高见 好了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